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全球听众读者们 大家早 我是北大圣玄 五分钟奇蜜恩的闺蜜 这个栏目圆满密中密 于五分钟 今日共享主题 选择我所爱 爱我所选择 近期柬埔寨人蛇集团 对全人类的肆虐 带来全球恐慌 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爆发人蛇贩卖人口 乃至摘除器官凝虐致死 其来有子 源于不明生命存在的意义 导致做出错误的选择 而且 犹如着魔似地 屡劝不听 甚至有些父母 无知到将子女 推至火坑 还以为失去柬埔寨 强化人生历练 其愚痴之蒙昧 令人乏指 深选语入云 选择我所爱 爱我所选择 近期的教导 相信对正确活出生命存在的意义 必亦良多 知分析如下 第一 一期生命 单乘车票 我人一期生命 是单乘车票 无法重来也不可取代 因为人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生命的时间轴 以寿命来呈现 至于生命的空间轴 则以生活来实现 我人唯有以生命智慧 方能照破无名 愚痴与烦恼 生命智慧 来自苦难的淬炼 烦恼的冲击 与困境的逼迫 显然 认知命运方能正确开发生命智慧 乃至人人必修的学分 第二 命运呈现三世因果清算 命运是横设三世的因果清算 也是自己抉择的串联后果 命运阐述 累是当事人与关系人 错综复杂的行为纠缠 经过时间的迁流 与空间的位移 发展成今日的贵人顺境 亦或是小人逆境 三 生命自由度 生命存在意义 我人因为累是造作错误行为 导致陷入负能量 200能量节以下的漩涡 佛教未知也障 他障碍我人本具清明的根本智慧 是为般若智 仿间错误主张 业障烦恼都是邪恶 应该大力砍除断面 大致文殊法教 则主张 宇宙万象的特质就是 二元对立 我人不用庸人自扰去执取 则自然彰显清明根本智 因为二元对立的两端 虽然都是烦恼端 然而烦恼天天有 只要超越就没有 亚里斯多德 阿里斯塔特的名言 生命超越时间空间的束缚 达到最高度的自由 是为永恒的真幸福 佛教未知原正菩提 可见超越二元对立是 生命达到永恒真幸福 也就是活出生命存在意义的核心关键 佛教未知不恶中道 他彰显仍然本具根本智的 一如平等性 让内心达到彻底无忧无惧 中而观之 唯有开发根本智 内心无忧 才有可能 真振 选择我所爱 爱我所选择 进而超越人生所有困顿 活出正确的生命存在意义 换句话说 强大生命力 是由内在觉醒而胜出 to win from inner awareness 以下共享 经典原因 烦恼菩提 同一本源 大生庄严经论云 有理法性外 无别有诸法 事故如是说 烦恼即菩提 经文教导 烦恼于菩提 乃至宇宙万法 皆源于同一如如不动的 寂灭法性 终极本质 除此终极真理以外 别无于法 因为宇宙万象 有终极本质衍生 二者呈现 易如平等性的无二无别 因此 烦恼于菩提的转化 立基于根本质的 易如平等性 所以 危机与转机 亦可如实转化 最后圣玄公祝 国泰明安 善以圆满 并送和福千祥云祭 万福并争 期待每周三、六、早上七点 再相逢